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此才能动了魔族又不被发现 他说的小心乃是要小心击衡 至于为何要利用渺落 只怕是知道了凤九额间胎记与渺落的关联 借助渺落既增了实力 又能以此影响并操控凤九 还能隐藏自己的真正动机 搅乱众人视线 真是一石三鸟的好计策 真是阴险毒辣的真小人 他何曾想到 小小一个击衡 当年不过是因为故人所托照顾了一程 却引出如许的波折 当日他感念于孟浩的情分 以琉璃排许了一个众诺 孟浩将这一诺给了自己的女儿积衡 他虽对积衡无感 却并未亏待于他 便是假许婚约筑齐与敏苏斯奔 他也未推辞 那是不知情为何物 此后遇到了小白 小的这样的事 就算不是真的亦不能答应 便更疏远了许多 但为他解秋水毒 他怎么也算尽心 倒是击衡自己 总一次痴缠 惹得他最后宁愿渡秋水毒上身 也要毁了琉璃排语之段的瓜葛 可即便是如此 他因为曾将错过于小白大婚这件事怪罪于他 天命说他与小白元宝 于是一桩桩巧合凑到一处 阻了他们相聚相守 他从来只有搏命相抗 怪自己思虑不周 并不会怯怒于弱者 只是让他闭门思过罢了 因他知道六界之中实在有太多人生如扶贫无所依 唯有皆探人蹉跎 然而今日 季恒真实刷新了他的认知 一个人怎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他对他表白爱意尚算的是少女情怀 他不受 此事便算结果 他多番纠缠不说 竟搭上这么多人的性命唤醒渺络 收集灼溪 挑起大战 搅乱六界 草菅人命 丧心病狂 早已为了天道 手中血泪庆祝男叔 东华怒急返校 哼哼 本君真递梦好不值 他一生磊落 怎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今日 就让本君来替他做个了断 他手提仓河 浩浩见气如微微高领 排山倒海朝几横而去 几横却是不拒 他边后退边伸出手指摇了摇 嘖嘖道 来不及了 老师 臭狐狸已经不认识你了 很快我就能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他翻掌捏了个绝 东华身后的人陡然一陡 原本套着的 渺落 外皮骤然分出两个身影 左边一个显出了略有些 苍白的胶艳脸庞与额间的凤羽花印记 正是白凤九 右边一个还是渺落的样子 却像影子似的一点点变得浅淡 直到快要消失的一刻 忽而化为一道 红光投入到 左手凤九额间的凤羽花胎记中 东华带伸手去拦阻 以示不及 季恒笑得肆无忌惮 老师 你挡不住的 臭狐狸回不来了 哈哈 待红光消失殆尽 凤九默的睁开眼 露出一双血红的眸子来 额间明丽的凤羽花 却如浸透了鲜血 鼓鼓涌动着黑红胶织的眼流 这是又被施了术法 当了季恒的幌子 东华探手去抓凤九 却被躲过一边 凤九面无表情 双臂缓缓抬起 战场中众傀儡被不知何时起的黑气国企 历史气焰大盛 原本已被佛林花与消解不少的灼溪 忽然又浓重了起来 天兵天将的伤亡人数骤然攀升 老师 你要怎么解决这只臭狐狸 如今这灼溪可都是他放出来的 几横脚侠的山峰点火 让这些九重天的人看看 什么太成功地后 这次老师还护得了他吗 先解决了你也是一样 东华重新举剑弓向姬恒 奈何姬恒也知他的顾忌 拿凤九挡在身前 只在背后操控 一来二去 凤九的衣衫被剑气滑坡了数道口子 却仍无知无觉地只顾释放灼溪 他不清醒 东华却不能任他作为 一不忍让他受伤 既不能打击姬恒 先让凤九停手总还可以 他转手扔了个低身术 附住了凤九的双手 术法一停 阵中灼溪增长总算缓得一缓 东华他们位于战场一角 法力低微的小仙 并不能确知发生了什么 只见到妖尊渺落忽然化作地后白凤九 还源源不断地释放出灼溪来 不由记忆不定 然而战场局势因灼溪而倒转 原本能够优先观战的仲仙 均不能置身术爱 只能暂时按下心中八卦 分三下场救援 其中也有连颂和哲言召来的白衣白珍等人 他们对凤九之事都心中有数 焦急归焦急 该救人的时候还是要救 只是都很有默契地往凤九那里靠近 但卓曦一世 除了一旦上神六有定力外 其他小仙都不能安然处之 应对卓曦之余 还要应对傀儡的进攻 不免捉襟见肘 一时间 战场中惨叫连连 连颂 哲言等人也束手无策 东华见有凤九座挡风牌 意识尽不得击横的身 场中形势又分外严峻 不得不出手 他心中焦灼 但也知道不是纠结的时候 此时唯有快刀斩乱麻 重法一着息 否则伤亡只有更加惨重 打定主意 他热智战场中央 双手合十 迅速结了两个印 眸中紫光流转 场中佛林花半陡然密了起来 会做道道洪流 洪流如天河之水 倾泻而下 冲刷着整个战场 又似有灵质 遇见灼熙变成了一个个紫色的漩涡 将灼熙卷入其中搅拌翻滚 光点散尽 灼熙一小米 在众人的惊呼中 灼熙形成的黑团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东华之法则效果虽好 代价却也大 别人不知 他自己已觉察法力的消逝 也如漩涡一般 若无样时倒还好些 但此前伤势未减 不过殷勤势所迫在被压制 此时连番施法便有了反应 后劲略有不足 可他必须快 在小白的定身法解开前 在姬衡想出新的花招前 打他的措手不及 果不其然 姬衡不会老老实实等他施玩法 凤九不能动 他可以 手中不停歇的发招搅扰 企图打乱他的节奏 好在连颂 哲言等人已到近前 合力挡了那些攻来的招数 东华削减灼溪已到尾声 凤九这边挣脱束缚的动静 也大了起来 几乎就在最后一团灼溪 溃于佛林化的漩涡消失之时 姬衡操控着凤九正开一臂 一掌拍出 一股更大的灼溪投入阵中 东华心念急转 他若不克制凤九便无法靠近姬衡 这场战斗永远不会结束 此事白衣白针都不能做 唯有他来 他合身扑向凤九 避过要害 以右半边身子挡了他一掌 一手凝了法术扣住着膝 一手将凤九圈在身侧 又飞身踢向藏于凤九身后的姬衡 姬衡不宜他竟不惜自己受伤 也要救凤九 一时不察一记正中心口 不由亮枪了几步咬牙切齿道 你连这样的他都要护着 为什么 他回不来了 东华手上攻击不停 毫不留情地打断他的话 你算什么东西 也来质疑本君 他是本君的帝后 什么样的小白都是我的帝后 轮不到你来智慧 姬衡怒目远征 惨白的面目上表情猙獰 黑而无光的眼珠里 同人诡异地收缩一线 显出非人的残忍 壮如蜂魔的嘶喊 帝后帝后 我才能做你的帝后 我得不到的 谁都别想得到 他浑身力气暴涨 身后腾起弱大一盆黑气 生了灵智一般挥舞着 八爪鱼样的触手 张牙舞爪地朝着 东华和凤九扑来 那是彼此前浓厚了 不知多少倍的灼溪 阴寒的气息 让靠近的仲仙都倒退了树部 激衡手中托得画出 一柄黑须须的剑 黑色的锋芒引在灼溪中 悄无声息便向 东华怀中的凤九刺去 东华一手揽着凤九 一手招了仓和挡住剑招 反手一剑刺入击横尖头 却因距离太近 无法完全闪避 同时到达的灼溪 只得呼了凤九侧身以后被抵挡 未料 这灼溪厚重 攻击也同样厚重 出手猛地抽打在身上 千军重力轰然撞击皮肉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